很多人调侃在乒乓球比赛只有铜牌、银牌和中国 而有一部日本动画在一开始把中国人打乒乓时描绘得如神一般强大 日本动画对中国乒乓球到底有多崇拜 不妨听我讲讲这个故事说了什么 星野玉和越本城都是从车站门口拿下乒乓球道管理出来的乒乓球手 他仰一进入高一就成为了片代高中乒乓球社团的王牌选手 星野的性格放荡不羁对自己的球技自信满满 越本总是不苟言笑、做实认真 二人性格迥异却是要好的发笑 小时候越本的父母敌意母亲并不管他 所以越本总是一个人总来不孝 所以就有了机器人的外号 平常都是星野罩着他 咱们也被欺负 后来也是星野舍把手教他乒乓球 星野一直都是越本心中的英雄 可以拯救他的英雄 乒乓球社团的教练雇了一位中国球手孔文格来社团里当陪练 顺便指导一下社团成员 孔文格之前是上海青年代表队的精英选手 实力极强 巧合之下孔文格听见了越本和星野的练球声 对越本的销球技术还挺满意的 孔文格突然想跟越本打一场 谁知心也看到是China 便十分乐情地想跟这个陪练切磋一下 一直以来星野都对自己的球技很自信没有输过 难道今天他就被孔文格给打爆了 这场比赛完全没有悬念 而在这个过程文格却有着很大的内心系 他被流放到这里的小岛 他很看不起星野 认为他实在太过落下 而他欣赏了越本却不愿意跟他打 反正整个内心系充满了狂妄和瞧不起这里的人 越本跟星野对打的时候总是会放水故意输掉 因为星野的乒乓球没有进步 但是越本不想承认自己的英雄会输 小泉教练很看护越本 他认为自己做教练是在有了可指导的选手之后才有意义的 所以打算专心指导越本 小泉曾经万众瞩目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世界比赛的预选拳手 但是在拳拔赛时 他的对手是自己的好友风尖龙 正常情况下是稳赢的 可是那时风尖龙右腿受伤 小泉不忍心给好友雪上加霜 放水输了 从此再也没有登上大舞台过 而风尖龙却因为受伤参赛 而广受褒奖 出人头地 现在已经是海王高中的理事长 小泉想要训练越本 可是越本完全不理会 于是小泉不移不牢地给他加大训练 这让越本很是烦恼 为了能够驯服越本 七十二岁的小泉要跟越本打一场 这一场比赛刚开始 小泉找准了越本的所有落点和动向 比分要要领先越本 小泉一直对他用激将法 想要激起他的斗志 小时候有一次 越本被同学们关在了柜子里 那时他心里一直呼唤着 有个英雄能来救他 而最后救他的人正是星野 想到这里 越本决定不再束缚自己 他想要等待强大的星野英雄的再次出现 在此之前 他会把自己变成机器人 因为小泉的穷尊猛打 越本在这场比赛里突破了自我 他打出了从未打出过的招式 这也是小泉的用意 他想逼出更加强大的越本 小泉成功了 但越本有了想要胜利的激情 很快就到神南川县的预赛 在这次预赛胜出的前四名选手 就会参加全国高中联赛 海王高中的实力很强 海王高中的主将封建龙依 是封建龙的儿子 也是屈人全国联赛的个人赛的冠军 封建龙依对个人赛胜券在握 带着他也想在团体赛里获胜 他看中了越本的乒乓球天赋 想往他去自己的学校 这次预赛 孔文革只想跟越本打 对其他选手都下手超级狠 十分钟内必解决对手 然后越本比孔文革做得还更狠 五分钟内就解决对手 终于 等到越本和孔文革的对决 第一局 越本只是湿湿水 故意输给孔文革 但是他却已经像机器人一样 嫉妒了孔文革所有的破绽点 第二局 越本先轻松地打败了孔文革 孔文革曾经因为失误 被上了青年队给除名了 他这次来日本 就是想成为日本第一 为国争光 然后寻找回去祖国的机会 本来越本稳赢的 但去越本感受到孔文革 是赌上一切的情绪 越本总是为对手的情绪 而考虑了善良性格 所以越本故意放水 输给了孔文革 越本的放水行为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小群哥是恨恋不曾刚地 打了他一巴掌 期间 星野和海王高中的 左九金学打了一场比赛 两人也是从小的玩伴 从小星野都是人群中 干啥都优秀的主角 左九金学一直在后面 默默仰望他 他一直想要打败星野 经过多年的磨练 坚信复出 只有回报的左九金学 在这次比赛里 打败的打法一场不变 没有任何进步的心眼 这次预赛的决赛 是孔文革对战封建农一 封建农一力量强大 所有敏捷 堪生怪物 毫无破绽 孔文革完全不够他打的 孔文革的乒乓球人生 也差不多结束了 之后 他放弃回国的愿望 而是无奈地 留在日本当乒乓球教练 预赛结束了 前四名都是海王高中的学生 封建农一离开时 真诚地邀请岳本 去海王高中就学 那里所有的乒乓球设备 都是最先进 最充足的 但是岳本并不理会 后来 封建农一获得青少年乒乓球冠军 在记者面前 他直接说自己队员能力不足 所以邀请岳本 录队的希望 另外封建农一这番话 导致他与队友之间的隔阂变大 他的队友左九金学 更是直接偷偷跑去 要单调岳本 这段时间 岳本一直在接受小泉的训练 进步巨大 而上次预选赛 星也输给左九金学后 就差不多放弃了乒乓球 每天都压抑着内心 适合玩的 左九金学一直把风签 融与当偶像和目标 才进入海王的 他是个没有什么天赋 但是愿意付出一百倍努力的人 他现今的实力 完全来自于他的努力 可是在跟岳本切磋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回想起小时候 自己嫌弃岳本的乒乓球 打得很烂 而现在 他已经打不过岳本了 看着岳本的进步 一旁星也再次沉默了 因为没有进步的指示他 彼此都爱乒乓球的 星也决定放弃乒乓球了 然后被岳本打败的左九金学 他终于接受了 自己天赋不足的事实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乒乓球 而是发现 自己是真正的喜欢乒乓球 现在星也每天都会闻闻闻闻的 可是左九金学明白 星也是最爱乒乓球的 星也是有天赋的 本来在这两次的失败之前 乒乓球对于星也来说 左九是信守年来的胜利 也是作为发小的左九金学 劝他别再逃避 不要放弃自己的才能 星也不想听他的劝 一顾让他跳进了冰冷的海水 因为睡眠不足 他逆随了 在逆随过程中 他回想起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是成为奥林匹克乒乓球冠军 那时候 他还被教练花 是为了乒乓球而生的人 在被左九金学救下后 星也想通了 不再逃避 他和教练惠梅子 从零开始叫他打乒乓球 惠梅子首先让他把身体给锻炼起来 然后把他送进了田村道夫的闹馆 那里是只有那些有前途 且被国家认可选手才能进的 而凤金龙一鹤学校代表 正式地去邀请月本去海王学校 小圈也同意了 可是月本还是拒绝的 因为他上次打败了左九金学 自治区的会被其他队友排挤 月本的父母从小离异 母亲并不管他 所以他很是瘸海的 小圈明白自己不该放弃他的 于是决定好好继续 当他的教练 凤金龙一和队友们有隔阂 队友们更希望副队长 甄田昌信是队长 甄田也一直都有想要超越 凤金龙一的野心 他还喜欢百合之 然后百合之爱着凤金龙一 可是凤金龙一逼着自己 要成为家族学校的支撑 全身心躲在乒乓球上 所以总是忽略了百合之的爱意 在孔文哥做教练后 他还是有在做大量的训练 那是针对凤金龙一的训练 很快又到了全国单打比赛的预赛 这次星野月本 他们再次参赛了 这次参赛 星野的第二层比赛对手 就是孔文哥 他一直想要打败孔文哥 比赛开始 星野的学习能力就像海绵一样 会每次都认为 他的才能远朝凤金龙一 果然 经过田中道夫手下的训练 他已经能够轻松 打败孔文哥了 月本看了星野的进步 完全是意料之中 就这样 星野像只黑马 成为让人不得不重视的对手 之后是月本对赞 海王副队长 甄田昌信 整天本想打败月本 让凤金龙一佩服他 可是 在比赛中 他体会到了月本的恐怖 完全没有落点的月本 他白了 因为之前超负荷的训练 星野的右气概 一直处于受伤阶段 虽然艰难地打入了半决赛 但是身体也快到极限了 星野一路打到半决赛 他的对手是凤金龙一 星野的右气概很痛 但是 他坚持上场 月本没有去看比赛 因为 他见见星野会赢的 星野完全可以齐全的 因为他已经是前四名 可以参加全国联赛了 但是 他这么拼命 是为了回应月本 从小把他当英雄的月本 月本小时候会因为平方球而笑 是因为作为他的英雄的星野 总是第一 但是后来星野变弱了 月本才不笑了 一开场 星野被奉金龙一 那长生将军的气场 也笼罩着 找不到他的弱点 被压制着 焦虑之中 星野回想起了月本 为他写的 英雄之歌 这时 星野才翻难醒悟 乒乓球本台就该快乐地打 不要管什么腿伤 更别管什么胜负 他释放出最快的反应和速度 星野找回了手感 他的球技 前面玩话 没有规律可言 冯金龙一虽然落度下风 但是他第一次 体会到打乒乓球的快乐 这种不用背负责任与使命 没有任何时间与恐惧的快速 只为了打乒乓球 而打得快乐 决赛是星野对战月本 星野即使战者都已经很困难了 但还是跟月本打 因为他是月本的英雄 虽然星野受伤了 但是月本不会放水 因为他心中的英雄是无敌的 是没有任何落点的 这场全力与服的比赛 星野赢了 多年以后 星野已经打到了奥林匹克的决赛场 月本则成为了小学导师 冯金龙一因为腿伤 退出了国家队 他已经没有把乒乓球 挡住全部了 片名乒乓 这部动画因为画风刷掉了很多观众 并且因为所讲述的竹子 有些当人抵触 所以被喷也是在所难免 毕竟星野说过 努力可是没有天赋的人 才需要做的事情 虽然可能是真的 但反正听了就觉得有点刺恶 正是因为这粗简的直面台词 让很多人认为 只不过就是开挂了一部动画 是日本为了黑中国而做的 一部下三难作品 他们可能不清楚孔文革的实力 在中国可以说是 连省队都进不去的人 可是在去日本的时候 却是轻松碾压 但是他的心理 早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 和星野第一次对局 就暴露出了他的自大和狂妄 也在后续描述讲述的 星野天天在打鱼汤局 每次都去炸鱼炼菜 能变强才怪 而天赋这种东西是正式存在的 不然何必需要区分出 天才这个词汇 努力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天赋却也能决定 一个人前进的方向 左走进去的努力远朝常人 但是在被日本情仓打败后 那种无能和不甘 足以击垮人的内心仿线 可是乒乓这部动画 先不讨论天赋和努力 更多的是在讲述 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和蜕变 强入日本最后 也只是当个教练 自大的文革 也在十年后 成为了日本代表的 一个强大选手 而不是像风尖的无意被家族彻底束缚 即便喜欢乒乓 可却也是以胜负为助 而无法体验 女人对局的那种 长寒淋漓 这部作品真正的强大 在于不管是新叶 月本 孔文革 左九尖学等等 所有出现的角色 都有自己的故事 全变孔文革的中国话 让人感到特别贴切 虽然最后孔文革一人都打不过 有点不太想接受 但是 却看到日本对中国乒乓的崇拜 也许你会问崇拜在哪里 请注意文革 他在中国的地位 真的是一个排不上名次的人 但是新叶在见到他的时候 却是特别兴奋 那是一种崇拜的模样 在被虐一遍后 大家开挂 所以文革被打扮 也不算是什么黑的程度 强烈推荐这部动画 看完后 你也许会明白 残酷的天赋 和努力的故事 或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改的九七年男孩 微微喜欢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